呱呱呱呱呱呱呱 今天特别的冷了 有感觉了有感觉了 喝完小编现在在上班了 带大家赶快来飞一下 今天12月21号 没错我们2023年 进入倒数的阶段了 剩下10天可以好好享受了 来现在看到的是 黎山的云端上的耶弹树 没有点灯 这个是黎山原环 黎山宾馆前方 可以看到蛮多车子 代表这今天还蛮多客人的 今天我们住宿率也还不错 有将近八成的住宿率 算起来算不错啦 那天气明显的就是湿湿冷冷的 不过依照往例 小编如果在上班的话 看到雪的机会可能就不大了 不过一样看看 我自己感觉温度还不够冷 然后温度还不够冷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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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那個是不是後面還會有一起全場的部分 因為我這邊現在看到包圖只有露營區的部分 所以後面還有一個全區的部分 就是藏過去這邊的 盡量可能就是年初的部分 因為我們主要年底的話會先把露營區那個部分看起來比較多 那因為當初可能算的金額可能有點 就是那邊說不是當初算的那種方式 所以我們可能會再做一個調整 然後可能會在那個 那個那個 驗收記錄上面註明這樣子 就應該就會因為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可能要做一個金額的修改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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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拍誰認真上班嗎 因為剛才已經飛出去一趟 這是預錄的畫面 那現在看到前方的是 即將在2月份會進行開園的千元 千元的冬天其實它的櫻花樹的葉子也會落下來 會變色 上個應該說月初的時候應該都看到 小朋友在飛這邊的時候 這邊是整片黃層層的很漂亮 那現在其實已經進入櫻花樹的休眠的時間了 可以看到葉子也都掉光光了 山上溫度我現在大概戶外的溫度大概8度左右 有體感大概只有5-6度左右 對 所以我小朋友會說 我們感覺還沒有到那個下雪的溫度 下雪溫度大概要在0度左右 就是 基本上 遇到下雪的話 這個溫度還要再低一點 然後 河岸山下雪時 例行才到可以行駛到離山嗎 目前是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例行可以到從我們清淨 然後一直到我們福州山蟲場都沒有問題 不過下雨天的部分 它就幾段路還是有在崩塌的 要隨時注意 如果有下雨 下蠻大雨的話 我都還是不建議行駛 例行產業道路的 但是因為下雪的部分 比較麻煩 然後 看到這個也是 這是我們波斯局 波斯局我們 基本上 接下來會做一個採集它的種子的動作 那蘋果園 水蜜桃園 都已經進入果樹的休眠的時間了 12月底了嘛 這些果樹開始進入它的冬季的休眠時間 嗯 不是死掉 有一些婆婆媽媽上來 喔 你怎麼那麼狗 你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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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沒有啦 那個只是在睡覺 12月1月2月3月 蘋果樹都是在睡覺 睡到4月清雲節之後 才開始春暖花開 很冷很冷 如果上山來 基本上我覺得追不到雪 如果有機會的話 明天凌晨的部分 看會不會有飄雪的狀況 不過小編有上班 基本上 目前這個 山林傳說 還蠻 還蠻神奇的 好 我們 因為 前兩天我們的 入口處在鋪設柏油 可以看到前面這一塊 圍著三角追的 都是剛鋪柏油的 還沒有畫線 還沒有畫線 所以我們先圍起來 然後 松爐啊 鴛鴦湖的風樹 現在都已經掉光光了 椰子都掉 爛料料啊 秋冬可以欣賞雲海 雲海的景色還不錯 看到這些 風樹下面 風樹的葉子都掉光光啦 哈哈 哈哈哈哈 啊 鴛鴦湖 鴦湖 鴦湖 現在也是進入冬季的 蕭瑟的景觀 今天比較特別的是 海域齁 就是鴦湖路口 下來有一片海域 今年竟然沒有受到傷害 今年 真的是 比較偏暖 如果 往常 往年的話 大概十二月 的話 這些 海域應該都被凍傷 然後今年是海域 唉唷 真的不錯 下雨天就比較不方便 而且下雨天的話 嗯 我們的 比較原始的地方 草地的話 會非常的滑 因為有雨水 草地會很滑 啊這裡還有幾顆 這幾顆的話 如果再冷一點才會變色 你看到現在黃黃的 這邊上來的話 應該就是一個 黃橙色的 楓葉地毯 然後 這裡是 鴦湖的 靠近松爐 這一區 這個山丘 那現在這個 黃色的還沒有轉色的 這個是 風箱 風箱要很冷很冷很冷 它才會變色 才會變紅 不過現在看起來 應該變黃之後 然後就落葉了 為什麼叫鴦鴦湖 因為鴦鴦湖 有一個 淒美的愛情故事 有空再講給大家聽 簡單的說一下 再給大家 今天 12月21號 禮拜四 這是 農場 含流來的風景 不會下雪啦 不會下雪啦 大家掰掰